受不了这些 千万不要出国旅游 老外看完也彻底傻眼了 原来世界上很多事情 跟你想象中的大不一样 去了欧洲才知道 外国人从不喝热水 打开雪龙头直接喝冰水 去了法国才知道 七八月几乎都不用上班 全部带着老婆孩子旅游度假 去了汤家才知道 不用穿越回唐朝 南半球就有以胖为美的地方 去了北欧才知道 男人在家带娃 但女人却要出门上班 去了德国才知道 这里加班是违法的 大部分人带薪年假三十天 修不完老板还会催你修 去了埃及才知道 金字塔的周边不是一望无际的沙海 而是城市 去了荷兰才知道 荷兰是个巨人国 小学生身高一米八 去了列支敦士登才知道 原来国家也可以名码标价 租给别人 去了匈亚利才知道 在这里不谈恋爱 要浇单身水 去了瑞士才知道 在这里养一只宠物是违法的 养鲸鱼都必须成双成对 去了希腊圣山半岛才知道 这世上还有个男人国 岛上唯一允许存在的雌性是母鸡 去了冰岛才知道 没有蚊子是假的 但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很魔幻 去了迪拜才知道 狮子老虎可以当宠物 跑车可以放在海上跑 去了肯尼亚才知道 赤道也不一定炎热 有些高端酒店还会准备暖水袋 去了新西兰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没有蛇的国家 去了澳洲才知道 居然有生物一天能睡18个小时 去了索马洛伊岛才知道 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没有时间的地方 金岛第一件事就是丢掉手表 去了南非才知道 非洲大陆也有企鹅 去了加拿大才知道 不一定非要去北极才能看北极熊 这里就有两万头 去了尼泊尔才知道 这里的女人一辈子要结三次婚 去土耳其坐上热气球才知道 上帝视角上的土耳其 不是浪漫而是神奇 去了巴勒斯坦才知道 生在中国是多么幸福 世界不止一面 关注罗绘菲菲 带你遇见世界更多面